4月17号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举办推动解决汽车消费维权栏作谈会 就汽车销售中的金融服务等费用收取,汽车消费者维权栏的解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6日晚,奔驰车事件女车主和西安立志兴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 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禅然论定,此次事件揭露出4S店违规收取金融服务费的问题 相关证家表示,所谓的金融服务费一定是由金融机构收取,汽车4S店没有金融资质,其行为实现违法 在这个案件之中,梅塞德斯奔驰本身可能有一个金融公司,但是这个4S店绝对没有这个资质 没有资质却要收取这部分费用,而且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并没有开具发票 这是一个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既没有资质,而且程序行为也是违法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围绕三包问题,当时双方说法不一,车主认为汽车未开出电门,且交车时间很短,车辆本身有问题 汽车4S店以三包为由,拒绝为车主换车退款,只承诺为其共换发动机 对此,有律师表示,三包属于部门规章,未接低于合同法 此次案件应优先使用合同法 我们从客观地去判断这个案件发展的过程,我们认为是要优先使用合同法 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店家提供的这个商品是要能够达到这个合格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所以如果他这个提供的这个产品不符合这个产品质量的规定,那么肯定是要进行这个退换 有证案表示,此次事件虽然已经处理结束,但对三包的规定,以及对PDI的反思刚刚开始进行 因为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产品质量法也好,包括这个三包的规定 出现了好多现实社会中密断的问题,比如说侵害消费者权益 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不良商家,以三包协议,以三包这个规定呢,为幌子 来规避这个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 本来应该换的,本来应该退的这个产品呢,却要非要修 达到两次以上才有可能达到这个退和换的这个标准 这个呢是严重侵害消费者执行权和自由选择权的 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修法才刚刚开始 结合奔驰车事件及汽车消费领域投诉问题 中消协向行业提出汽车产品和额交付 PDI规则不应限制消费者权利等四条意见 其实呢在PDI规则的这个是一个行业的一个自律性的规则 但是这里边呢实际上作为一个行业自律性的规则呢 它不应当对消费者的权利进行限制 那么尤其是呢它是单方的企业方面制定的 那么它对于这个既没有征求消费者意见 也没有征求消费者协会意见 那么它应该听取消费者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意见 来进行修改完善 防止呢对消费者权利的一些损害 陈建表示下一步中消协将积极采取措施 着力推动解决汽车消费维权难问题 如广泛听取消费者意见 强化汽车领域的商品和副监督 聚焦汽车消费问题 推动相关立法完善 拓宽畅通投诉渠道 监督企业落实义务等 帮助曲市卡通知入猎